中方注意到有关报道 对此表示严重关切 中国奉行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政策 坚持自卫的防御的核战略 始终将自身的核力量维持在国家安全需要的最低水平 不与任何人搞军备竞赛 任何国家只要不对中国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 就不会受到中国核武器的威胁 延伸威慑是冷战的产物 美日强化核威慑合作 将刺激地区的紧张局势 加剧核扩散与核冲突风险 日本长期以核爆的受害国自居 宣扬建立无核武器世界 实际上却享受美国的核保护伞 强化延伸威慑 谋求所谓的核恶之力 日方有必要就其言行不一 给全世界一个交代 中方奉劝美日并进冷战思维 切实降低核武器在国家和集体安全政策中的作用 以实际行动促进战略稳定 维护地区和平与安全 我们敦促日方反攻自行战略安全政策 遵守无核三原则的承诺 不以任何形式寻求核武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